11月当选的总统将会面临一项独特 而且具有挑战性的任务 就是在新冠疫情之后 蓄使国家的经济复苏 这个就意味着总统候选人的经济 以成在2020年的大选期间犹为重要 因此共和党、总统特朗普 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拜登的税收政策 对于未来的经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我想川普的税率一直以来都是 12、22、24、32、35、37 七个急剧 可是我想民主党想要从37%的最高 想调到39.6% 也就是想多增点税 张会计师我想要请问一下 他说拜登他的诉求 是要推翻所有特朗普之前 的这些中产阶级的减税计划 我们先从公司税开始来讲 在公司税的方面 他会调高多少的幅度呢 公司税这一块来讲的话 我们知道现行的税率 C公司是21% 在川普税改之前 2017年的时候 他是阶梯式的 C公司呢 前5万块钱是交15% 5万到7万5千美金交25% 7万5千美金到1千万 这是34% 然后超过1千万是35% 所以说川普呢 就把这个C公司的税率呢 从35以下降到21% 那现在呢 拜登这边他的税改的这个 反应来讲的话 他希望把这个21%的这个 这个公司的税率呢 把它调回到增加到28% 2020年李华士天下纵横谈之选情 特别报道 从政策方面的角度 分析两方候选人当选之后 可能会带给金融科技 工业 医疗 社会福利 能源等各大所有的影响 那再来看回股市行情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